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浩志亮起紅燈 路口停一輛打雙黃燈的白色轎車 驾驶下車提了一桶汽油 走到轎車後方打開油蓋 在馬路中間為愛車加油 地點發生在南投中心路 2號傍晚6點多 正值下班時間 路口車流量大 這名男子在路中間加油 時間超過30秒 後方目擊駕駛看傻 他現在是整個傻眼 然後他想說奇怪 這個車子沒有 為什麼會停紅燈在路 路中間直接就加油起來 那當時因為也是下班期間 然後那個車流量也蠻多的 就造成了一個回堵 目擊民眾透露 這名男子到了綠燈 繼續賴在馬路中間繼續加油 造成整個路口回堵 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另外在彰化市 一間物流公司的貨車 開到加油站加油的時候 後貨櫃冒出濃濃白煙 駕駛趕緊下車 把貨櫃門打開 讓煙慢慢散掉 情況很緊急 加上又是在加油站狂冒煙 酒吧造成更大危害 駕駛快速把車子開走 一差才發現 原來是後車廂的電瓶 短路冒煙 當下也有緊急 把電池接頭拔開 危機才解除 沒有期貨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